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前书第十三章 第七节 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 从石安开始的时候 有很多熟灵怪人和熟灵白兔回来 他们多时都会帮教会制造了很多人事问题出现 甚至有很多外面搞一些厂 甚至要牧师处理 牧师当时都是先信任他 然后慢慢观察 是否也是这样理解 会因为原因 在我信任一个人的时候 起码初阶很多时候 大部分的教会人初阶都走向善 只不过当有利害关系的时候才变卖 这是第一 第二 在这件事当中是没有办法清官难審家庭的事 你无法分辨他这件事 究竟他是善意还是恶意 或者是好心做坏事 你无法分辨 那我就相信是最好的人 但我不是一种迷信式 是不是我都知道 他做坏了 其实他开始变坏了 我都姑息他 那就不是了 因为始终你处理的时候 真的有些问题 你想打烂三盆蜂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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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蜂 因为有些人始终 每一个人可以说他对信仰看得通不通 如果他对信仰看得通 他知道原来信仰真的是 其实他内心和他真正的需要 而不是说犯罪才是真正的需要 甚至是自私自利才是真正的需要 这些人始终都是 就算走得慢 但他也走得好 走的方向都是对 这样 起码不会失望 几十年后你会看到 他会成为其中一个同心的同工 其实如果是这样 你慢慢建立一个社区 一群人 他们是喜欢活在善良里面 因为事实上 如果我用这个方向去行 鼓励这个方向去行的时候 最后你留在你身边的那群 都是最善良的那群 因为他们本身就向这个方向去跑 但如果你孤悉那群 根本由头到尾都是自私自利 那你想想一下 留在你身边的那些 是什么人 到晚年的时候 但这些是我亲眼在 过去的三十年里面 亲眼看到很多其他教会就是这样 他们全部留在 主义都说 他不是留在一群羊在他身边 而是留在一群狼在他身边 结果就是 牧师常常都受到伤害 整天都是自怨自哀 整天都觉得好像神对他不好 原因就是他自作自首 在他的过程当中 在面对每一次confrontation 就是每一次管教 或者面对每一次磨擦的时候 究竟他拿着一个什么本心 去作出这些决定 去作出管教 还是他根本是拿着一份私心去管教 觉得这个人有很多奉献 所以变成我不管教他了 即是我不标准了 但到最后的时候 其实最真正受害的 是他自己 因为人中的是什么 去收购什么 虽然是很复杂 人情事理虽然是很复杂 虽然在这么多年当中 人与人相处的时候 尤其是越多人的教会 时间越长 很多时候那件事 就更加难定论 那个是更加尴尬的 有些事情你不处理开 你以后 就算是越来越严重 你都不再处理 在这个过程当中 自己累积了一个死角 如果每一次你都真的愿意处理 而处理的每一次都真的 心思熟虑 是向着圣经所说的方向 最后你其实围着整体 可以说大部分都是向善的 但因为大部分向善 所以唯一向善恶的 你很快就会被淘汰 他被身边的淘汰也好 或者他自己越来越觉得 生活在你们当中很有压力 和你们一起相处很有压力 他会直接这么说 原因就是 为什么非我逐类 那个人都已经明显 由头到尾 起居生活 到处都要到处骗人 以前都骗到少少 现在就不行了 现在 个个都看穿他 又懒又恶的仆人 自然你会看到 最后这个群体 真的好像圣经说 当你走在神的话当中 这个教会就是用水直着道 就将教会设定了 歌人多前书第十三章第七节 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 象中文疹 中文章 论大灰 ico weights 只盼真诚 随着上帝 心坚守伸你 沉着你说话 藏在我意念里 珍惜记起 跟我主角中 传言奉献 心先敬谦卑 一生信我你 导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